真是极度残忍 看看枪上悬挂的这具尸体 这就是二战期间 日本生化实验的牺牲品 尽管已经过了七十年 仍旧不务府不赖 看着姿势 生前一定遭遇了什么 随着日本战败 哲理的一切也长埋地下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富二代 不知从哪里得到藏宝图 说在印尼的小岛上 埋藏着二战时期 日本士兵搜刮的大量黄金 一向被别人认为是坐吃山空的富二代 为了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 组建了一支探险队来到这里 寻宝队伍里 有通晓古今的日本学者惠子 富二代的女友 还有一伙精练的雇佣兵 根据地图 众人找到了废弃的矿坑 几番寻找 成功找到一扇木门 就当大家为离黄金越来越近而高兴时 另一伙寻宝队伍出现 随即对他们展开了进攻 敌暗无名的情况下 面对强劲攻势 众人只能暂时躲进矿坑 这时一支手雷被扔了进来 伴随强烈爆炸 一名雇佣兵受伤 出口也被炸毁 眼看前方路被堵住 众人只能另寻出路 顺着黑暗的小道 他们继续往前走 很快 一座孤血的断桥出现眼前 刚走上桥 诡异的音乐响起 吓得他们停下了脚步 警惕的看向四周 好歹有惊无险 音乐响完 看着平静的周围 众人正才放下心 急以续向前走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这个公式的仓库 夹子上摆着瓶瓶罐罐 灯光一闪 突然出现了面具 吓得带头的雇佣兵连开两枪 结果发现又是虚惊一场 安顿好受伤的队友 所有人并分两路 一路找出路 一路照顾上缘 却不知此时 有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 一行人离开后 伤兵突然发现 脚下的沙土开始剧烈抖动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双手猛的冒出来 众人寻声追去 紧如坑洞 只看见一只白色的怪物 听着周围传来的嘶吼声 两人继续在迷宫样的地道里爬行 在不远处 终于找到了受伤的队友 只是现在的队友 早已没了气息 深深的伤口 像是被什么东西 咔嚓的样子 不等两人反应过来 一个偷戴面具的人出现 将他们打晕 等两人醒来后 面具人拿了剑对着他们 用日本话大喊着让两人投降 惠子沉寂与他周旋 男人仇准时机 猛的将他扑倒 一把扯下面具 此人正是二战后 731部队留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守卫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日本战败 依旧摆着战士的姿态 直到惠子拿出日本投降的视频给他看 男人当场崩溃 然后说出了他的故事 原来二战后 全部人员秘密撤离 而作为731最强后盾的他们 一直在这里做实验 只为研究出最强的生化大军 为了成功 他们将研究成果注射到战俘身上 结果最后都是残刺品 自己也因实验失败中了毒气 变成了活死人 而之前攻击他们的就是那些残刺品 这些怪物并不是最可怕的 因为之后他又更改了实验的配方 终于成功造出了一批 最强的圣化大军 他们不仅刀枪不入 而且拥有不死之身 如果将他们唤醒 便无人能敌 听完这些后 两人意识到大事不妙 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将这里的一切告诉同伴 与此同时 另一伙寻找出口的人 发现了一个房间 从周围的物品来看 这里应该就是实验室 等他们前脚刚进去 大门就自动反锁 不论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就在这时 怪物再次出现 男人直接就是一枪 怪物没有任何反应 朝着男人逼近 幸亏同伴一刀刺穿了他 死打中 福尔代的肩膀也被刺穿 在雇佣兵的帮助下 怪物最终被放到 他们继续往里走 墙上悬挂的一具尸体 吓坏了所有人 看这个样子 生前一定遭遇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 这时 福尔代在桌子上 发现了还没有注射完的真剂 这才知道 哪有什么黄金 眼下只有这个东西 美梦瞬间破碎 一顿骂骂咧咧咧 而女友在悄悄的告诉他 这真剂 竟然能让人长生不老 一定比黄金还值钱 福尔代听后 当即让女友赶紧把东西藏好 同行的供应兵 眼看黄金打了水漂 现在只想找到出口离开这里 四处打探之下 很快发现大门 一把拉开 眼前竟然一片漆黑 男人壮着胆子往里走 没走几步 灯光随即亮起 这些人 就是之前提及的最强军队 不知死活的男人 还继续往前走 却意外出发了机关 随着一缕白眼飘过 神话大军直接被唤醒 八道就向男人走来 男人见状开枪防御 结果对他们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 众人见状慌忙逃离 其中一个男人为了拖住他们 当场被剑 辞了个透心凉 生余三人赶紧进入地道 结果再次被怪物围住 面对这些怪物的围住 富二代根本就不是对手 女友看着富二代被打 直接爆发了轰轰之力 随手拿起东西当武器 与同行的雇佣兵 合力放倒了怪物 一番惊心怒破 成功从地道爬出地面 结果刚一探头 一把刀直接架在了男人的脖子上 抬头一看 原来是四级人 终于所有人聚齐 大家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时受伤的富二代 情况越来越差 呼吸变得越来越弱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 女友趁大家不注意 偷偷掏出了在隋岸市 拿走的阵迹 也不问男友的意见 直接注射到富二代体内 而此时 武士大军也从地道找到了这里 从面具人口中得知逃生通道 众人立马逃跑 而面具人并没有离开 等众人离开后 他转身跪在赶来的武士面前 众人沿着地道继续跑 潜伏在这里的怪物们再次出现 与他们撕打在一起 女人则趁机带着富二代 从暗门先行离开 还将门从里一面锁死 剩下的人只能另找出路 结果还没走几步 又遇到了武士大军 情急之下居然发现暗门 直接撞门而入 而后手忙脚乱堵住大门 因为门外就是武士军团 面对门外越来越多的武士大军 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出路 会自发现了下水通道 顺着这里一定能逃出去 但是现在必须有人拖住武士大军 最后雇佣兵选择留下牺牲自己 捷下了两人 就这样 两人随着下水道往外游去 而富豪这边还被困在隧道里 因为之前的真迹入射 富豪也变成了怪物 不知游了多久 惠子终于游了出来 另一个人却迟迟没有动静 身心疲惫的惠子刚上岸 水面上又出现什么东西 满心期待的他以为是同伴 结果下一秒 一个武士从水里走了出来 紧接着两个三个 武术武士大军紧随其后